未来固态电池究竟是谁的天下 前段时间中国半固态 固态电池纷纷登场 国内外也是引发了激烈反响 纷纷猜测 可能像离子电池一样 固态电池未来也要被中国厂商垄断了 但固态电池的未来还远未明朗 最近美国一家公司就宣布 已经向德国奔驰发送了固态电池首轮必样品 以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开发 为什么是必样品呢 按照通用的开发流程 电池单元和其他汽车部件 在投入批量生产之前 一般都要经过从A到D样品的多阶段测试 A样品一般是指全尺寸 商用电池的粗略工作原型 B样品则是更成熟的原型 需要经过更严格的测试 美国这家公司叫做Factorial Energy 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 CEO和创始人是黄世宇博士 十多年来 他们一直在进行锂金属准固态电池的研究 去年10月已经向合作伙伴发送了100安时的A样品 奔驰公司就交付了1000多个 这次交付的是106安时的B样品 据称是全球首次向汽车OEM交付了固态电池B样品 并公布了能量密度391瓦斯每公斤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它的能量密度是典型的磷酸铁锂电池 160瓦斯每公斤的两倍多 可以把续航里程提高一倍多 Factorial的最终目标是让90千瓦时的固态电池 重量从传统锂离子电池的约360公斤 减轻30%到260公斤 体积同样减少30% 但续航里程却将增加一倍多 达到将近1000公里 根据Factorial网站的介绍 它们的固态电池使用 铜级流体和锂金属负级 准固态电解质技术和高容量振极 及铝级流体 这其中最关键的电解质 我们可以看到 Fest是一种聚合物材料 既然是准固态 说明还是有液体的成分 这实际和中国两家 蔚来和自己宣布的半固态差不多 只是蔚来和自己都已宣布要量产 而Factorial还在B样品 时间进度可能要稍微落后一点 但Factorial声称 它们的固态电池 可以在现由锂离子电池生产线上制造 只需要做少量的修改 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波士顿郊区 建设了一家制造厂 产能为两极瓦 是美国最大的固态电池工厂 总的来看 Factorial的固态电池 目前实际还是半固态 和中国厂家的进展差不多 真正长而不路的 可能还是日本的丰田松下 一直开发的是纯固态电池 在固态电池这条赛道上 中每日都在发力 究竟谁会在战乱中脱颖而出 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检验